雙台出現臺灣兩側 雖無直接影響 但水 低壓袋 全臺水氣增多 天氣也不穩定 苗栗南莊鄉 苗二十一線三點八公里出 疑似降雨 導致土石鬆動 砸中了行徑的車輛 車上的駕駛 頭部受傷 但無生命危險 另外海巷也不太穩定 東流線碼頭上午有大浪 而完鼻極大 極小琉球 也測到二到三米浪高 落石從山上滾落 這裡是苗栗南莊鄉 苗二十一線三點八公里 東河部落路段 近來當地都有強降雨 週六下午一點左右 疑似土石鬆動 導致道路旁山壁崩落 開車經過的六十歲男駕駛 遭巨大落石擊中車輛 頭部有一公分撕裂傷 被緊急送醫 駕駛生命危險 但交通已中斷 雙臺芙蓉艾莉接連行程 跡象局表示 兩個颱風不會直接影響臺灣 但低壓帶使得全臺水氣增多 天氣不穩定 桃園在清晨七點左右下大雨 臺六十一線北上平面道路 與中校路口積水 也讓一輛行進車輛拋錨 有積水提醒 並有一輛自小客車拋錨受困 檢方道場管制交通 積水在十點後排除 天氣不穩定的狀況 也反映在海上 浪跨打上碼頭引起民眾驚呼 氣象局提醒民眾 中南部東半部容易有長浪 週六上午十點左右 鵝鑾筆擠小琉球 一度測得二到三米高的浪高 但這禮拜是暑假第一個週末 許多民眾早規劃好到小琉球玩 走在碼頭小心翼翼 風浪會不會害怕 有一點 坐船會不會暈 有喝暈船藥 台風應該還好啦 因為港內的話現在是漲潮 所以才會浪比較大 那港外的話其實是還好 船公司表示雖有降雨 但還在出航的安全範圍 也因為暑假出遊人數多 不排除加開班次 但肯定南灣已先豎起紅旗 禁止遊客下水 民眾只能在沙灘踏浪 水上活動業者也很無奈 但為了安全 還是得到天氣穩定再營業 記者王庭 陳顯坤 詹淑雲 綜合報導